净土圣贤路 民国至海 民国至海法师 名圣连 今江苏省泰州市江燕屈人 出家前就隐晦了自己的姓氏 法师在小的时候 父母就过世了 但他年幼时就聪颖过人 便揽精实子疾 而且尤其喜好佛法 凡是研究大圣经典 都能体悟领会 其精细微妙的意理 至海法师22岁时 在路途中 遇到九华山华岩寺的常敬长老 法师礼拜长老 并恳求剃度出家 第二年 法师又在南京保华山 受了聚足见 随后就住在 镇江金山寺修禅 之后 法师又到扬州高明寺 宁波阿玉王寺 杭州天木山及海巢寺 宁波天同寺 杭州 杭州灵隐寺等道场修行 并到江西海会寺 庐山东林寺 湖北归元寺 南京皮卢寺 郊牙定会寺 长州天宁寺 天宁寺等各寺院 亲近善知识 听经文法 清宣统三年 即1911年 至海法师 前往苏州的圣恩寺 在听讲了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后 悲喜交集 于是 发大誓愿 求生西方净土 并昼夜读诵净土经论 没有片刻休息 民国六年 即1917年冬天 至海法师 在长州的清凉寺 讲阿弥陀经书抄 1918年 法师受严城弥陀寺的邀请 前往讲经说法 并在弥陀寺住了六年 期间 法师经常受到各处寺院的迎请 前往主持念佛 或是开设佛妻道场 被他感化的大众非常多 至海法师 当西方极乐世界 民国十七年 即1928年4月下旬 至海法师 至海法师偶然间患了轻微的疾病 于是 祝福红台法师 这虚幻的世源是不长久的 如果虚度了此生 实在是非常可惜 你们各自一定要好好努力念佛 将来我们在极乐世界 才好再次相见 到了五月初五 法师又说 我昨天看见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了 承蒙阿弥陀佛亲自垂手接引 我今天要去极乐世界了 于是法师端座和长 像平常一样念佛不断 不久就圆界了 往生时满世一香 佛光大放光明 三天后入殓时 只见法师面色如生 头顶依旧是温热的 而是对了 祝福 在对了 allah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